我想说应该是可以 吊钢丝灌篮那时候 就像我以前拍篮球火一样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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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找一个我的仇人来上节目 如果你传微信给他 他不回也是正常的 我那时候以为是 因为来恒店嘛 然后就古装 我想说应该是可以 吊钢丝灌篮那时候 就像我以前拍篮球火一样 我是拍篮球火 我是拍大灌篮 你们是在我后面 你们是学我们的 你知道吗 是吗 这是一分钟以前 你们对我朋友做的小东西 我认得他们 我认得他们 全是无赖 你为什么 你知道我实际上在断 是他害的 我上去带他我就出事了 懂吗 你们找一个我的仇人来上节目 这节目怎么会不好 怎么会 怎么会怎么会不好看呢 我们相爱相杀 这次要在篮球上再次碰面 但没有好事是 还好我们是队友 就怕是队友 我们两个会吵架 接下来有请严承迅 你的项目是 篮投手勾 勾手篮球 好幽默 严承迅在篮架 光光勾向无强的上分机器 能勾进四个球 意料之中 表现不错 漂亮 漂亮 这真是成胜追击 是的 连续的得分 可是我想要分享我的心情 可以吗 好 就是说我在这边我要感谢一个人 我想要谢谢刘根红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觉得我的个性其实如果没有他 我不敢来上这个节目 因为我其实我也打得不好 客气 客气 没有真的这样 打这场比赛我突然发现 打篮球的人都好可爱 让我回来想到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真的就是纯粹爱打球爱运动那个大男孩 被风吹了 哥你现在挺年轻的 真的 没变过 没变过 你一直是我心中的男神 可是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那个氛围感特别好 但他就是不容易熟起来 但熟起来之后就会很简单了 他就是这个个性的 但是如果你传微信给他 他不回也是正常的 哈哈哈哈 因为他平常不太带手机的 没有可是我真的是因为我没有带手机的喜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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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